家大小都是道清,唯独无法度他的哥哥修道,因为他的哥哥是茅山道的传奇人。 他的哥哥学道术已经到了可以知道过去其未来发生的事,且用符碎其眼后可以看到灵界鬼神,可以直接与鬼神交谈。 因此,任他弟弟说破三寸不烂之蛇也说不动他来求道。 因为道是无情无相,没有有相的法术可以折扶他。 有一天战成天因为要抄拔父亲,于是告诉他哥哥战成庚,你不信道没有关系,但是今天要抄拔爸爸,所以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来。 千辛万苦地把他哥哥拉到佛堂,原本希望他顺便求道,但他哥哥死也不肯。 没求道不能进佛堂,只好让他坐在佛堂外的院子里。 庄专严肃穆的超拔移式开始了,战成天前城地顶着他父亲的名签跪在佛前,心想中于能为父亲尽点笑道。 遍传师呼仙时,在佛堂外门口处的支里也呼叫他父亲的名字。 这一式叫夫仙,似乎叫王陵进佛堂以授明师一指的仪式。 这时站在佛堂外面的站,长更亲眼看到他父亲身着乌汇破烂的衣服。 满面前写灵里走过来,他依时兴奋拉着他父亲的手指叫爸爸爸爸,然他父亲底也不底,甚至不看他一眼。 把他的手甩开就走进佛堂。 他父亲是在共党占据大陆以后,被共产党婆婆打死的。 他还记得他父亲临终便是这个魔养。 经过了那么久,一点都没有改变。 不一回而超拔移式结束了。 他又看到他父亲走了出来,但却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。 脸上的血迹不知怎么也不见了。 全身散发出一种何序的光滑。 他又上前去换他父亲。 他父亲不理会,他又拉住父亲的手。 父亲还是把他甩开,而跟着一位面容圣洁祠祥的天人腾空而上。 不久就消失无踪了。 原来王灵得道后,便有先佛来接引之回离天。 这位毛山道士,在亲眼目睹了父亲王灵的道理程。 不得不相信天道,虽没有神通法术,但却是能超生了死。 于是,急急忙忙地冲进佛堂。 我要求到,我现在要求到。 每个人都以为,他在开玩笑刚才劝你。 老半天口都说干了。 说什么你也不求,怎么现在突然要求了。 于是他将超拔时他在佛堂外所见到的一切从头说起。 他们才相信他真的要求到了。 战长天心中激动不已。 一方面欣喜他不轻易超生了死。 另一方面他哥哥终于又求到了。 点传师,随即为这位毛山道士准备办道。 他终于跪在弥勒祖师面前,步入弥勒慈悲的道门。 而当点传师传三宝时,他竟然看到观音菩萨现身。 借着点传师的肉身来点道。 他惊喜的目瞪口呆,突然说瞪一下。 他们以为他又反悔不求了。 没想到他说这么好的道。 我要把全家都带来一起求。 于是他立刻赞回家。 把全家大小都带到佛堂来一起求了这个珍贵的大道。 求道以后。 他深刻体认道道术, 虽然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。 可以做别人做不到的。 但却不能超生了死。 学了一身道术,而脱不了轮回。 学得再多再精都没有用。 所以不久,把他的徒子喜孙们都带到佛堂一起求道。 从此迷了门下又多了一匹生力军。 资料来源。 www.facebook.com com.com It equals 433,827,780,129,295 And it equals 100,005,062,308,700 Zoang